喵喵喵喵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每逢星期一的 No more blue monday 我是QQ 感覺上好像整年沒見的感覺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 要談論的話題 就是情感的潔癖 情感的潔癖 喵喵 Hi Hello Hi Elaine Hi Hi 吃飯飯了沒有 現在幾點了 現在8點搭8搭9 剛才在弄點東西 其實做Live Chat都不可以 自由開玩笑的 都要有些項目 要跟大家討論才行 Hi Hello 我們有Carrie Carrie Zhang TreeTree 有Jen Hi Jen 你好 有Citya 有Hoyun Karen Grace Lo Hi And then we have Phoebe from Macao Hello Phoebe 你好 Hello Phoebe 你好 話實話 Phoebe 你的袋已經完成了 看看什麼時候 我特地拿去澳門給你 還是你想我寄給你呢 我們有Vivian 有Carrie B 有Tracy 這個Lilake Kinky Hi Elaine Like Your Life 我喜歡你Like我的Live 大家有留意到前幾個星期 QQ的Facebook Live Chat 都是戴著眼鏡 因為眼睛真的太腫了 今天的眼睛仍然是腫脹 不過我覺得醜婦 終須見家翁 腫眼必須見觀眾 所以今天 特地 因為今天都要做事 要出去做 所以我都化了一個淡狀 再加一個黑框眼鏡 感覺上就好像 眼睛就比較正常一點 Hi Hello Cindy 你好 你好 Cindy Emily 見到你的眼睛 這個 謝謝 希望我的眼睛 腫了 不要緊 希望再跟大家分享我的雙眼皮 今天最主要是講這個 心情 講感情史 是嗎 Hello Lala Hello Friend Friend 好久沒見 好久沒見 然後我們還有Weenie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傑人有傑癖的呢 是嗎 還是 很多人會不會覺得 只有處女座 是有傑癖的 一說到傑癖 大家聯想就是處女座 但其實我告訴大家不是 有這個 有這個 真的嚴重的精神潔癖 和肉體的潔癖 處女座的確 她認得第二 都沒有人認得第一 但是也有兩個星座 也有嚴重的感情潔癖 有輕度的身體上 有肉體的潔癖 分別就是摩蠍座 12月底 1月中摩蠍座 還有巨蟹座 是否還有中出的感覺 都是有潔癖的感情潔癖的 然後 何鵝 聽進去 聽進去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我原本想玩一些背景音樂 我怕我的Live Chat 會被Facebook刪除了 那感覺 今晚定之間 很想增添 為這個 聊天室 增添 一點兒的一種優遠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京劇是很適合 我們今次的聊天室 其實我很喜歡看 聽粵曲 聽京劇 那種感覺好像回到 幾十年前 那種舊的古代 那種感覺 Hey 然後我小寶寶說 How are you my artist I'm missing you 啊 是啊 我怎樣 我今天 不知道今天 可能因為畫畫 站著畫 畫了一長時間 所以 現在 屁股有檸檬汁的感覺 幸好明天 訂了物理治療師 要治療我的屁股 否則 很嚴重 不知道怎麼辦 嗨 Hello 馬大夫 你好 嗨 嗨 Winnie 不如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潔癖 好嗎 我 就是 表面是水平 其實 就是 串女 嚴重 串女 我想其實小時候 我已經是有嚴重的串女 因為我媽媽太陽星座 和月亮星座 都是串女座 我媽媽是一個極之串女座的人 所以從小到大 她的教育 雖然我不是 小時候不是從小到大 和媽媽一起住 但是 和我媽媽一起住幾年 可以說我童年的濃縮 均勤的一個回憶 也可能是因為媽媽是比較 有潔癖的關係 所以形成我在生活習慣上 我都有嚴重的潔癖 有幾件事 第一 看到頭髮 地上有頭髮 無論是自己的 或者是自己的 都已經覺得頂不住了 如果別人的頭髮 看到 有時候不知哪個 譬如 工人姐姐 長頭髮掉頭髮 我會很 不知怎樣 我要立即 立即 馬上拿吸塵機 吸了它 或者是拿膠紙 黏了它 你說了 Fergie和Gabby Gabby Gabby和Fergie去到立毛 那我會不會覺得 很不知怎樣 都會少少 但是 串女座就是有這件事 某些它比較執著 它就很執著 有些譬如它很疼的 或者不是太執著 它的包容度也挺高 這個其一 第二就是 去商場推門的時候 尤其是比較旺的商場 大家有沒有留意 玻璃的門 有一個門柄 會覺得 大家會看到 手指無印 在一個門柄 或者玻璃某幾個位置 我永遠就是選擇 沒有手指無印的玻璃 去推門 或者有時候 手上有一張刺紙 我會隔著刺紙 去按電梯 或者去推開門 有時候 如果雙手都拿著東西 我會用膝蓋 或者用屁股 直接頂開門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哈哈哈哈 零零跟我一樣 這樣 英文 我老公看到我的頭髮 都要立即吸走 其實是的 毛那種感覺 是 令人無不爽然的感覺 你好 Selfia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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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去人 感情上出軌 我可以選擇原諒一次 但肉體上出軌 我無法原諒 這個一定很難原諒 情感上出軌 你可以說 另外 你的另一半 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和外面的 不知道什麼朋友 曖昧的 你都已經覺得 心不舒服 何況肉體上 肉體上的出軌 基本上就是 玩完了 很難再回到以前的感覺 你必須要好愛 前提是 你要好愛對方 你才可以原諒 都很難的 尤其是我情感熱癖 那些 你須一次 拜拜 哈哈 就是這麼多 就算不是馬上判你死刑 你也是很快 在不久的將來都會死的 哈哈 好嗎 先看看 黃若淺 LoveQQ I need I need Cherry Im 吃眼好很多 吃眼好很多 看看是不是 好很多 現在一個月 還有一點腫 這麼自然的話 基本上 逐多兩個月 雙眼皮 變成內傷 哈哈 跟大家說 以我之前 縫過雙眼皮的經驗 我會用紙巾包著手指 按提款機 如果沒有紙巾在手 都會在袋裡 會帶消毒的濕紙巾 去什麼 有沒有人試過用筆去按提款 哈哈 或者以前 舊式的電話 你知道舊式的電話 有時候那個洞 即是撥栗那一隻 日久 失收 不是失收 失清潔 有些油煙 再加一些 toe jam 還是什麼東西 卡住在那裡 我就會用原子筆去撥栗 即是說很多年前 還在用撥栗式的電話 在台灣的時候 Mavis說 GG你的外套很漂亮 我的外套 不是什麼特別牌子 就是Cotton Honor Cotton On的睡衣 有Hoodie 我平時都穿很多黑色衣服 我覺得今天我還是要 以粉紅色示人 是不是今天畫了一個粉紅色的Buddha Pink Buddha 所以要穿一些粉紅色 是不是比較散鏡 不然會經常黑癡癡 Nicol Maria Germ Hello 英明 推門要推 要推門 最高的位 因為那個位 通常沒有手指 我也是這樣說 你明明有時間 這麼多人 同時間在那裡 而且很多年前 我看過 明珠台的一個節目 是說 菌是無所不在 有沒有人看過這個節目 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媽媽的家裡看 她是用紫外線去照 那些鍵盤 廁所 那些門柄 發覺有很多 螢光 Glow in the dark 的一些 即是有菌 還有我最記得是 她們去酒店 去酒店 試著用紫外線的光去照 發覺很多酒店的牆壁 是有這個 精子的痕跡在那裡 所以其實 住酒店房的時候 我那種強迫症 是更加嚴重 尤其是 想當年 雖然QQ很久沒有飛 想當年 我還是一位 很活動的 空中服務員 要經常飛去外國 我一天 酒店 第一件事 洗手 不脫鞋 要去廁所找一個 洗手間 包著遙控 這件事很重要 你不知道那些遙控 有多少人在那裡 吐鼻屎 又不知道擠什麼地方 又吃東西 又摸 這些東西 還有那些 那些劑 那些直膠的劑 旁邊可能會放了什麼 總之很噁 這件事我每次都一定要做 要清潔廁所 拿一些滾水 綠 要用一些消毒藥粉 或者是藥水 三不龍 去拿一下廁所 還有什麼呢 枕頭 我曾經瘋到自己自備枕頭袋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節目 有說其實外國有很多酒店 他們是不換床單的 有個記者 他睡過床單 要用UV的燈 才能看到的 I was here 譬如這樣 結果 炸地check out check out 之後再用第二個名字 在check in的酒店 再帶隊員進去拍 看看床單到底有沒有換 結果他用UV燈去照床單 Oh my god 仍然是有I was here 這個英文字 所以 我去住酒店 這個是 如果有OCD 或者是超級潔癖的朋友來說 是會 收身不聚財 而且必須要帶很多 額外的駕鑫 駕鑫 去清潔 這個酒店 分分鐘 房間 都沒有你清潔的房間那麼乾淨 除此之外 譬如 去公共廁所 外面的廁所 你都是會 會 有些地方 會避免 悶病 廁所板 廁所板 我就覺得 有些朋友 不喜歡坐在那裡 可能會選擇站 但我覺得你站不重要 不管你在廁所是甚麼姿勢 你擒它 或者是蜘蛛盒的姿勢 你用完洗手間 廁盤 是應該自己再用紙巾 或者是甚麼去清潔 就不要有個鞋印在那裡 這個是一個公德心 我通常 我很不環保的 如果我真的要去 如果去小 小號二號 當然就是 用模型椅去拉住 但如果你去大 真的忍不住的話 我都會拿一個紙巾鋪著 一個摩字形 一個腰字形 鋪滿了 包了那個 刺板 然後再去 好 好 好 Excuse me Carol Sam Hi Carol Yali Chen 壓... 壓... 壓力 你很有壓力嗎 怎麼叫壓力圈 Hi 你好 我是台灣人 以前對我看YouTube 你的國語影片 很喜歡看 可是粵語我聽不懂 沒有關係 粵語聽不懂 可以聽得多就習慣了 你就會聽得懂了 好嗎 Jane Fu 我是雙子 也非常怕他人的頭髮在地上 我覺得Jane 你可能呢 雖然是雙子座 可是你那個什麼月亮星座 或是什麼星座 可能也會有一點點的處女座在裡面喔 哈哈哈 對啦 Kylie Chua 你的眼睛好好看 是嗎 謝謝你 嗯 Jany Tan Hi Hello Jany 有太想說 我以為她好污衷 其實呢 肉體上的出軌 是包含了 肉體加精神 這種是一個雙倍的出軌 就算你出軌 你有做這個防禦措施 帶一些外來物 套住某一些地方 都是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唉 不過一會兒我們慢慢探討 這個情感上 肉體上的出軌 我先拿一下 Vernice Hi Hello Kylie Chua Kylie Chua Kylie Chua 我猜你應該是新加坡的朋友 是不是 感覺呢好像新加坡的朋友 姓蔡的就叫Chua 因為以前我的那個 嗯 航空公司有個Mark Chua 哈哈哈 她姓蔡的 OK Abi Lao QQI love you QQI love you QQI love you 我很喜歡你 等等 我家裡兩個丫鬟在哪 為什麼不出來呢 Fergie Come here Fergie 雖然年紀老了 但是配合得很高 Come here 近來雞腿 重情於星色 經常搞她的性玩具 Come here 過來媽咪 媽咪 妹妹在哪 妹妹在洩獄 Hey Hello Mandy說我看到廁所 長邊 變黑 我就噴漂白水 啊 是啊 家裡如果有一些 發霉的一點點 要不我要用漂白水去醃那個地方 要不我要剷走它 如果我看到的話 然後再擠乾淨的膠 我是對於家裡 清潔上面 是比較著緊一點的 雖然QQ的東西比較多 但是我都好注重乾淨 所以可能 做QQ家裡的家務助理 都要很勤力 先努力 不過我平時沒有什麼特別 要叫工人姐姐去做 要去買菜 我通常買菜的東西都是 我自己來的 或者叫她去樓下 很勤勤地去買東西 Kiki呢 QQ愛你 我什麼是最有效的減肥方法呢 最有效的減肥方法就是 做運動 再加自食 有些輔助的補充 我想可以幫助你10% 但是如果是 整個 番薯坐在沙發裡 什麼都不做 又飲食不節制 還有吃的東西又是很高糖分 很高油分的話 那就很難去受了 當然呢 以前QQ也有介紹過一些 醫學美容 去幫你爆肌 但是那些 你爆肌也有限的 你爆走數量 但是脂肪的膨脹 那個尺寸 可以由這裡 變成這樣 所以也是會肥 還有別以為抽過肌的朋友 一定會受的 抽肌只不過是幫你雕塑的身形 不會說幫你 由一個 米芝蓮人 變成一個 紙片人 就不會了 Cecelia 早上QQ 總是愛你 愛你 你的正確心思維 正確 正確 你是不是都很像我 正確呢 其實你也不是 粉紅色很漂亮 有空給大家新鮮感 Chan Chan 海蟹終於加入了 Sarah 海蟹 你好 謝謝你 謝謝我 凱莉 也謝謝你們 大家都是日行一線的 好朋友 好孩子 Emily說 聽完之後 我比較之後 原來我沒有潔癖 我只是介意我張床 張床也是 張床是很神聖 如果 在街上回來 這三個基本上 我要全部脫掉 我才會上床 當然 除非你說喝醉 正常 我清醒的情況下 是要 外面 那些袋子 有什麼 就不放在床 如果一放在床單上 就要叫姐姐去洗 這是一件事 還有 有一件事 我從收到大 已經是有的 就是 搭的士 搭自己家的車 就沒什麼所謂了 如果搭的士 上一手 有人坐暖的椅子 我是 不行 我要立刻 哪怕 兩邊 都是 已經有人坐 我會坐的士 兩個座位 就是後座兩個座位 中間那個 那個這樣 還要 用半踩的屁股去坐 這樣 我是不喜歡 去感受陌生人 在車上 余下剩下的體溫 這件事我是很不習慣 很不習慣 Hey Serena Hi Hello Serena Winnie就說 個人執著 真的有好有不好 今天工作上 都是因為自己 對工作上的某些執著 令自己產生了一些負能量 眼見接受不到的事 但是沒有辦法處理 真的幾難的 我也有這樣的事情 譬如 你說在工作上 你會 譬如 你對工作某些要求高 但是你身邊 跟一齊做事的人 做事譬如 不認真 做事那西 是不是這樣說 有沒有說髒話 做事很餓 不認真 很隨便 差不多 就算數那些 我會 有一些 內心 有些不悅的 不悅 不悅 有些內心 我不會說 跟人有衝突 你知道水瓶座是五中有衝突 是會這樣 但是 有時候我發覺 跟人合作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太過自我 你太過自我 就會令身邊的工作夥伴 是難受的 這件事 Lilic 我也是準備了消毒紙巾 抹這個 Shower caps Bouty Remote Aircon Remote Foam等等 原來很多朋友 都跟我一樣 Serenatang 你的眼睛 看起來很自然 都很自然 很自然 很自然 人家就要不自然 如果是不化妝的話 就會看到上眼皮有點腫 化妝之後 基本上 好像很自然 但是相信我 再覺得兩三個月之後 大家就會明白QQ說什麼 Anyhow 現在不作評論 OK Kate就說 HelloQQ 看到你的眼睛消腫 看你開心 我也很開心 也有點擔心 Bella Wong 茶餐廳的水 我也不敢喝 有時候有 茶餐廳的水 還有茶 一向是不喝的 用來洗筷子 對吧 還有 就算一些 某些商場的 冷氣高級的餐廳 有時候喝它的水 都喝到是泡水 所以我 是不喝餐廳的 自由水 我一定會叫Sparcling 或者叫Steel 這件事是我很執著的 在香港 日本就不一樣 不知為什麼 日本就算他們可能給水喉水 你喝下去 眼會覺得 很清涼很清新 大家覺不覺 Hello Kat Kylie 我第一次看你的直播 第一次你戴褲 眼鏡割雙眼皮 時光飛逝 眨眼 14號 不是割 我是縫的 14號去縫雙眼皮 眨眼已經一個月有多了 朋友們 Kathryn Wong QQ I love you Rat X Summer QQ你的眉很漂亮 我的眉毛 真的嗎 畫出來的 好 沒有見肥雞 Kath說 剛剛才在想 為什麼今晚沒有直播 今晚沒有直播 為什麼沒有直播 除非改時間 等我再換位置 哎唷 浪人 我的屁股啊 好 來了 我們開始錄正題了 我們進正題了 感情潔癖 每個人都有 有些 星座會比較嚴重 剛才說了 處女座 魔蠍座 巨蟹座 這三種星座 都會比較執著某些東西 而三種星座當中 處女座 那種情感潔癖 是比較嚴重 你說肉體上的潔癖 每個人嚴重的程度 都有不同 但是精神上的話 處女座 因為本身 他在這個 平時生活日常 生活上的那種潔癖 都已經很厲害 他在精神上的層面 更加 是很 好 設定一個很高的目標 給身邊的人 是的 譬如 處女座的朋友 在感情上 他一是不愛 他愛 就是愛得很專一 還有一些事情 他是會避忌 於是他就會 希望 期待 身邊的人 也都會跟他一樣 有這樣的標準 是會 會避嫌 或者是會 盡量 會有分別 QQ很漂亮 很喜歡你 謝謝 John Wong QQ有溝必火 什麼有溝必火 什麼 你說什麼 拉力 沒錯 我覺得噴標入室最快 最有效 剛剛在說廁所的髮毛 是嗎 是的 或者 QQ可以分享 一些 以前的情相 帶給我那種 情感的潔癖 通常 一個人有情感上的潔癖 是來自性格 可能來自 家庭教育 剛剛說了 如果家人 小時候的家教好嚴 都會影響到你那種 精神上的潔癖 我沒有跟大家說過 應該有說過 我小時候做一個潔癖 是天生 一天一出生就有了 一吃飯就有了 就是白飯潔癖 我吃飯 我不喜歡大人 幫我把醬汁拌在我的飯面 我要飯還飯 那些醬汁 那些菜要在一旁 就算有一點濕潤 那些芡汁 都不可以污染我的飯 所以小時候 例如 外婆做一些 蘿蔔阿笨的 滷肉飯 直接淋上飯 我基本上 我已經 我的舌 已經 已經 楊偉 我的舌頭 感覺上 已經 不想吃了 只想 找親 愛婆 她們 不留意 我倒了飯也試過 我不喜歡 我的白飯是癲 我喜歡 我自己去控制 那些汁 和飯的濕度 這個是 什麼 那 我講起 這個情感的 一些潔癖 可能都是一些 以往受過傷的情傷 我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個 最 最離譜的 是什麼呢 就是 曾幾何時 有一次 被我 不小心 其實不是我不小心 是之前的 非常之不小心 拍了餅帶 這個三級帶 上面還寫著 Sex tape 比賽我 我不是專門解釋的 剛好看到 比賽你 你會不會也想看 一定會想看 對不對 正常人不是我 掛掛 那 看了餅帶 當時也很震撼 當時就看到一些 不是那麼 自己都 好像看恐怖片 眼睛都閉起來 現在我的鏡片沒有鏡片 眼鏡沒有鏡片 我的眼珠可能會 飛出來 是看到 當時 當時的X 跟我身邊 我認識一個女性朋友 是一個 色情帶 這樣 嘩 當時第一件事 已經覺得 被背叛 晴天迫力 第二 又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女婿 上星期才一起 燒烤 吃 還要是 攬頭攬頸 搭著 我當時的X 肩膀說是 兄弟兄弟 又說 大家是朋友 我一向以為 他們是朋友 但誰知道原來他們背後已經是 有 那 完了這件事之後 我對那個床褥 還有 當時的X 已經有一種厭惡感 那種厭惡感是很難 很難 就算 當時對方又喊 又跪 又什麼 我內心都已經覺得 好像有一種 那種感覺 好像 已經 麻木了 那種感覺 我相信 如果是有面對過 另一半 背叛 或者是有這種 經驗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是你去到某個 你會覺得 已經好像 不是那麼 就是 會覺得 那種感覺 明白嗎 但是當時 我沒有馬上分開 沒有馬上分手 就是 有很多原因 有些原因是因為 就是 貪無虛榮的 當時覺得 還有 亦都是相信 某一些藉口 你知道 永遠女生 年輕的時候 就是 不是那麼會想 但是我對那個床的潔癖 是 耿耿於懷 我有一段時間 我第一件事 我就要 整個床褥拿去 要換了它 要扔掉它 甚至 有一個時刻 我是很想炸了間屋 想搬屋 明白嗎 就是 每次進去的那個空間 就會想起 當然 後來 當時的X 真的 因為我這件事 就搬屋了 就是因為這樣才 我又 挽留了我一段時間 是那種 你一看到 人家說 賭物私情 賭物 是私回憶 那種 traumatize 那種 bad memory 這個就是 情感的潔癖 還有什麼呢 還有 曾經 我試過 曾經 年輕的時候 有一位 X 將他 之前的X 手簾 送給我 但當時 我覺得 為什麼 這麼好 通常女生收你 就會很開心 但感覺 第一 第一 第一個反應 都是 謝謝 謝謝 但是越看 越看 第一 手簾 不是我的風格 完全 不是我的類型 我喜歡簡約 很 有些涼味的感覺 當時 我又不喜歡 藍色石 但 不是 不對勁 為什麼 好像帶過 但是帶那種痕跡 那個臉 被帶的痕跡 又不像是家傳之寶 幾十年前 那些 祖先流下來的 那些 款式又不像 那我就好奇 我就說 其實這個是不是 第二手 或者自由市場 為什麼 我覺得好像有人帶過 然後對方 居然很誠實 就說 是他 以前的女朋友 不要 HOME 當時 我真的想 一千個榴槤學 扔下 當時的X 就是Invisible Durian shells 扔下去 你會內心覺得 怎麼搞錯 女生 你把別人不要的東西 拿來送給一個人 其實是一個 侮辱 寧願 你送 送什麼呢 送菠蘿巴 我都覺得你有誠意 前提就是 要那件事 不要二手 我想我們女生 有時戒懷 另外一半的一些 前度 或者是 戒懷另外一半 去對待身邊的一些 疑似曖昧的對象 你會戒懷 其實 你不是戒懷 你的另一半曾經做了什麼 因為說真的 現在這個感情的世界裏面 很少有說 是真是 第一次拍拖 沒有戀愛的經驗 當然都有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 但每個人都有過去 這個是不變的事實 只不過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女生 在意的 不是說 對方和以前 有做過什麼 而是對方和以前 做過的事情 那種程度 遠遠是遇上了 優勝過自己 你就會覺得 你會覺得 好像 在這段關係裏面 你被 你另一半的過往 比下去了 你覺得好像 你的另一半 已經付出 為以前的X 或者身邊的某些人 付出還遠遠多過你 你會發 你會有時候 你會有些 不知道怎樣的 就是可能 一首情歌 原來這首情歌 在若干年前 你的另一半 已經是曾經 送給某個人 或者是 跟誰曖昧的時候 已經送給某個人 但是 為什麼原來 他又把這首歌 又送給你 那種感覺 你是會覺得 你會覺得 那種不舒服 不適 還有有些會覺得 我不要 我不要 這個回憶 我想自立了他 那種感覺 嗨 阿Miko Hello Hello Cat Young QQ 今晚覺得你雙眼有點累 雙眼有點累 我想 不是因為雙眼有點累 是因為雙眼皮 腫的關係 還有薄的關係 OK Cat Young 對 粗 不喜歡坐熱燈 我們 大家在說這些 是很久之前的 Daisy Lamb 嗨QQ Long time no say 英文 QQ 你會不會吃人口水 例如朋友喝完一杯 你會不會喝 Depends 我跟那個朋友 朋友的程度是幾度 幾度 如果我跟一個朋友 是好朋友 好close的話 基本上 他夾東西給我吃 我是不會 對 雖然我有這個潔癖 但是 串女做人 就是當他認定 你是他很親密的人 朋友好情人好 什麼都好 他是不會介意這些 但是我就會介意別人 所以 可能 就算我們分享一支水 我也不會 就這樣絕 我會這樣 凌空 飲水 QQ 你的心臟沒事嗎 多謝你的關心 QQ 前一陣子 上星期 大家聽到我 嘻嘻 好像是行行行的 不知道做什麼 可以剪 不知道為什麼 上星期 就覺得 好像自己呼吸 不太順 加上心跳 又很亂 又不斷亂跳 我覺得很不惜 其實 20年前 考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已經叫我去做身體檢討 因為他驗到我 是有心率不虧 那時候已經說沒事 那麼多年來 又沒有說 怎樣阻止我 是近期又阻止我 還挺嚴重 所以QQ 就是做一個很詳盡的心臟檢診 照什麼CT scan X光 等等 那麼 就沒有什麼的 不是FATAL的 只不過是有先天性的心流症 很MIL的 不會怎樣影響 就不會說 突然之間很激氣 很勞氣 突然之間 跑跑步心臟病死了 我就不應該是那隻 醫生告訴我 所以 謝天謝地 我都希望可以繼續 繼續做 繼續做人 活多幾十年 可以做回自己 Daisy 我也是 用那些水 去洗手 坐 射手 其實射手 應該這樣說 每一個星座 都有一種潔癖 射手 是那種 情感的潔癖 是他要擁有你的時候 他是身邊所有的疑似情敵的物體 他都會介意 就算任何 親近你的都會介意 是的 你主動去親近別人更加介意 但是射手座 是當他鎖定一個目標的時候 他就會 他往一個方向 不斷衝 不斷付出 不斷愛 這個是 QQ的一個體會 天傑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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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每個星座都有自己的情感 潔癖 但是天傑座 就是愛恨分離 他愛你的時候 對你好的時候 就算是 全天下說你不好 他都會站在你那邊 支持你 有義氣 但是當你和他有些心結 或者有些什麼事情發生了的時候 天傑座的那種感情潔癖 就是曾經一些 不是那麼 信心的事情 他都會 記在他心裡 所以其實天傑座 他的情感潔癖就是 要看視乎他 當下和你的關係是如何 如果當下和你的關係是好的話 他的潔癖是可以放下的 很多樣東西都是 但是當他和你的關係不好的話 他的潔癖是可以去到很精細 很細緻的 Catherine就說 我是巨蟹座 巨蟹座是一個玻璃心 很容易受傷 很需要安全感 巨蟹座是很喜歡 take care身邊的朋友 但有時候 take care 是想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我發覺巨蟹座 一件事就是 他透過照顧別人 他找到一種自己的一個 一種被需要的感覺 是的 但你不要以為巨蟹座 是萬能的付出者 你就可以 無窮盡地 在他身上索取某些東西 其實巨蟹座的內心 都是需要被愛的 所以 當巨蟹座 去到某些地方 付出到某個盡頭 去到一個頂點的時候 如果你還不斷 take it for granted 其實巨蟹座 就會躲起來 或者他會疏遠你 但是巨蟹座 如果他感覺到 你對他真心的話 他是會無窮 或者很願意付出的 所以巨蟹座 也是一個沒有安全的星座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有感情潔癖 他也是的 他的潔癖就是 但是他很希望 你讓他感覺到 他在你的心目中的位置 是去到哪裡 當巨蟹座 是感覺到很安全 他感覺到你是很重視他 很在乎他的玩 基本上巨蟹座 就不會太去計較一些 一般人可能會計較的東西 或者是會小器的東西 就不會的 Iris就說 但是巨蟹座很少會愛巨蟹座的人 很少 不會 不會說 完全不會的 而且我身邊也認識很多人 是 他的太陽星座未必是巨蟹座 但是他的月亮星座是巨蟹座 很多身邊的朋友 也有兩個巨蟹座的元素 在他的星座盤裡 還有 Kiki說 QQ每晚都聽Playback 愛你 若干年後 大家回想 十年前 我那時候還在做學生妹 我有聽QQ的Live Chat 就好像現在 我都會想起 以前中四、中五的時候 會聽 聽什麼 什麼 香蕉 什麼 香蕉Club 不知道 總之是 魏珍和 兩位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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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記起 以前中學的時候 都會聽收音機的 就是那種回憶 Arel 為什麼有人唱大戲 因為 我的電腦 蘋果電腦 正在玩大戲 HLHL 女筍 等一下 換一下姿勢 Tomato 我要關機了 先調小聲音響 等一下 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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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ato說 QQ你有沒有下載這些Live Video 到YouTube 我有保存了 但是我還沒下載 上星期的Facebook Live 我已經在我的電腦上 但我還沒下載 對不起 QQ姐 看不到你的直播 blank and black screen 只能看到評論 會不會是接收的問題 是不是WiFi的問題 其實 不是看過影片 應該沒那麼難受 Sandra Sandra 應該是 如果沒看影片 就不會那麼難受 但是 就算你沒有說 不看那些影片 有些事情後來發生了 都是會難受 還有 我很相信緣分這件事 如果那個人本身的性格 是 喜歡四處曖昧 還有很希望 在異性當中 找到一種存在感的話 他是不會改的 所以就算 不是看到那些餅帶 就是 在之後的 某一次的事情 都是 一定會 令到你難堪 或者不開心 Cat Yang 女人的直覺是厲害的 是啊 我也覺得 當然 有時候 有些朋友說 女人的直覺 會太多疑 但很多時候 就是這樣 你的直覺 其實是真的 你有直覺 但我們作為女人 又喜歡去問另一半 你是不是這樣 你有沒有跟她這樣 你是不是怎樣怎樣怎樣 又要問 但明知道 問回來的答案 自己是承受不了 而你也知道 對方一定會跟你說謊 但你仍然是要問 是要希望在對方的口裏面 得到一些 comfort 這個很矛盾 其實內心已經一早有答案 以及內心一早有答案 你都決定了留 或者不留 只不過 你那一刻 你就是想聽對方的解釋 你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尤其是以前 明知道 對方說謊 但見她廣大的時候 內心有一種 冰涼的感覺 冰涼 不是那種心涼的感覺 是 你會覺得 唉 人性就是這樣 Bella 大家都很喜歡我 穿這個粉紅色的衣服 QQ的衣帽 粉紅色的物件 都不多 這個又隨便 又簡約的 是的 都是Cotton on的 出品 真的挺舒服 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越來越年紀大 喜歡回歸自然 以前會穿很多 荷葉邊 很浮誇 QQ以前喜歡買一些 很Bling 很閃 阿太 阿豬媽那些高跟鞋 但現在我喜歡穿 波鞋 平底鞋 我喜歡穿運動衣 這些casual wear unico 或者是無印的衣服 我喜歡一些很簡約很simple的衣服 反而你叫我穿得很 好花一點 我就會覺得 好像不是那麼餓 這樣 QQ你好幽默 是嗎 哪裡 哪一點 Vivian 女人的直覺什麼時候都這麼準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是 我知道 天給我們的直覺 第六感 有的 你感覺到 將心比己 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有 說謊的時候 我們都有些東西想隱瞞 不想讓對方知道 通常你不想隱瞞 不想讓對方知道 有什麼東西的反應 就是 避而不談 或者他會作一些東西 令到你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樣 天秤座 天秤座 天秤座是一個很講求公平的星座 也是一個很貪美的星座 我認識的天秤座 都是一個外貿協會的 幾乎個個都是外貿協會的會員 你會好 你不是說要看對方 一定要名牌 但是你要 起碼要 不是戀七八糟 什麼花 什麼夏威夷襲衫 穿家對高跟鞋 不是這一種的風格 而在天秤座 在感情上面 你說他的潔癖 就是 他付出 為你付出 這麼多 譬如 其實你說沒有計算 不會 不是說要跟你跟跟計較 是天秤座 都會很在乎對方 有沒有這個心 去顯示到 他的感受 或者會 嘗試 都會盡量去 回饋社會 不是回饋社會 不是回饋社會 回饋你的付出 這件事很重要 對於天秤座 當然個個星座都很重要 但天秤座是特別看這件事 天秤座是一個 表面好像沒什麼所謂 但內心是一個 無視的情在這裏 巨蟹呢 巨蟹 剛剛QB也說過 巨蟹就是一個 很需要安全感的人 他的潔癖 就是來自於 來自於不被肯定的那種感覺 不被需要的那種感覺 水瓶座 的Rainy 水瓶座呢 我覺得我現在距離水瓶座越遠了 拜拜水瓶座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一個 120%的寸女座 很難搞 有些人說 你這麼難搞 你有潔癖 有精神潔癖 你又怎樣怎樣 因為你以前的情傷 令到你很在乎 什麼什麼什麼 是的我承認 我是有很多情感的潔癖 因為我心思細膩 通常心思很細膩 不是細膩 很細膩 很細膩 很細心的人 很敏感的人 會比較容易 受傷 和很在乎一些事情 當然 如果你說感情潔癖 什麼什麼潔癖 最終自己不開心 自己搞自己 但是這種潔癖 我覺得對於寫作的人來說 是好的 因為你創作寫作的人 你是要思覺 要很敏銳 你的觀察能力 要很強 如果你是一個 什麼都無所謂的 你很難去 將一些人性 或者是心情感情 某一些想法 是化為文字 或者是歌詞 所以 這個 可能是我的 人格 性格的 缺陷 或者缺點 但是我覺得 我也要享受 享受 不是說放縱 縱容我這種不安全感 或者縱容我這種 情感的潔癖 而是 我好好利用這種 情感潔癖的 一個 去做一些創作 可能這樣做 就是有些事情 已經知道 沒有可能去改變的時候 唯有就 自我調節 自我去包容 自我理解 是啊 Kristi 適合 香蕉俱樂部 就是 海印拿都說 女影的地露感 真的很準 金牛座 金牛座 感情潔癖 我不是太清楚 QQ有金牛座的 女性朋友 但是 你說她的感情潔癖 是什麼 讓我找一找 好嗎 我要 升級一下我的星座知識 Paula就說 女人的直覺 準到另外一半 害怕到都不敢承認 沒有了聲 為什麼會這樣 Stephanie Dun 你好 Stephanie Silby說年紀大 是的 年紀大 QQ你真的很厲害 常常都這麼開心 但是你不開心的時候 會怎麼平衡 我今天心情很差 我不開心的時候 我不說話 我不開心的時候 我不會到處打電話 給朋友去送 我不會 要求別人做我的情緒垃圾 我會把自己的負能量變為 安慰自己的文字 而這些文字 大家就想著 有些真的有感而發 有些就是QQ看到那些電郵 會有一種體會 但有時候 尤其是以前 2006年到2009年 那段時間 我看回QQ那時候的文字 我是自我治療著 自我治療 自我治療 是自我去開解自己 好像 我是一個第三者 我去寫一些文字 我去關為QQQ 你要點點點 你不要點點點 這樣 所以寫作真是一個很好 而因為 當時我的文字 可能有些 都可以觸碰到某些讀者的心 所以後來有出版社 就留QQ 要出書 就是QQ之前的一本書 叫《老娘的內衣》 心情日記 是一個 是一個 未深愛的時候 未真正愛上的人 她可以跟全世界任何一個人曖昧 但當她真的愛上做那個人 她是會全心全意 對你好的 這是摩蠍座 而且摩蠍座是一個很長程 很長程度 你都會覺得 她算是一個深情的星座 正因為 摩蠍座 她是一個可以這麼深情的星座 所以 她的妒忌心都頗強 會很不能夠接受 另外一半 同意性 在一起 那種幸福快樂的情景 即使是沒有什麼 而我會發覺 我觀察到 譬如如果摩蠍座 是不小心地做了第三者的話 做了別人的第三者的話 她那種 那種 很悲傷的指數 是爆燈的 因為她很全程去投入一段感情的話 她的感情上面的潔癖 令到她不能夠 不能夠想像 當她閉上眼想像 對方 在某個人的懷裡的時候 她是會瘋到 即是核爆那隻 突然之間好像大家覺得 我是升了這個 小太后 是不是 Florence 她說 嗨QQ 很幸運 我已經看你的影片 很久了 但今天是第一次 我能夠拍攝 你直播 喜歡看你的影片 請問 獅子座 獅子座的情感潔癖 獅子座 不是太了解 獅子座的情感潔癖 不如你告訴我 Florence 你告訴QQ 要聽你的情感上面的潔癖 是什麼 我其實就不是 QQ以前中學在台灣 我的best friend 是獅子座的女生 我當時 因為很久沒有聯絡 畢業的紀念冊 被外婆丟了 所以都聯絡不了 我還記得她的名字 段思琦 段思琦 如果你現在還在 給我留言吧 哈哈哈哈 中學時候的best friend 詩是這個 詩歌的詩 旗是旗子的旗 她是一個很typical的獅子座 獅子座是一個很 很 generous 很大愛 而且她很 她不拘小節 但她很有方向 她知道她要做什麼的時候 她就會 向那個方向去走 這個是獅子座 所以你說獅子座 她的感情結癖 當時我們中學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 戀愛的經驗 所以你說 我會不會 知道很清楚 獅子座的感情結癖 也不知道 麻煩各位獅子座的朋友 將你們的感情結癖 放到Facebook 跟大家分享 Cindy 你覺得獅子座怎樣 我不瞭解啊 眼不瞭解啊 怎麼辦啊 哈哈 哎呀 現在個個都問我 開始白揚了 和這個 這個我開始有點拗頭 我真的不太熟 我要慢慢再升級我的 星座的知識 嗯 我純粹都是以QQ身邊的朋友 再看一些 一些星座的書 所以我的星座 的知識 是好 Skin hair 好皮膜 OK 哈哈 嗯 周奇緯 Hello 奇緯 你好呀 對了 現在幾點啊 等一下 我要去喝個東西 等一下去拿個杯茶 哎呦 喂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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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啊 那 感情上的潔癖 人人都有 我覺得 潔癖 未必會影響到人 但如果自己是很執著某些事情 辛苦 是 是 真的自己拿來生 那 那 所以呢 我會奉勸各位 跟QQ一樣 有嚴重的精神潔癖的朋友 呢 不時 就不時 開解自己 跟自己說 嗯 嗯 好好把握 心愛的時候 其他事情 緣分那些就 沒辦法了 有些事情 你很難去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你很難去改變 一個人 或者去控制那個人 怎樣對誰好 怎樣去交朋友 尤其是你說的是感情上的另一半 我經常都 自己跟自己說自然自語 就是 但是 當一個人在乎你的時候 QQ的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人真的很在乎你呢 他就會讓你 覺得你是全世界 的唯一 他全世界的唯一 當一個人在乎你 他就不會 給你一種錯覺 或者給你有想像的空間 或者給你有 感覺悲美 給你感覺到 為什麼你對別人好一點 我也不知道 他不會 吃不會 其二就是 作為一個有情感潔癖的人 要不斷鍛鍊自己的自信 自信是來自很多不同的方面 當然 有些部分 大部分的自信 是需要自己去經營 你要經營自己的肉體 這裡 你要分析到自己的優點 在哪裡 缺點在哪裡 有缺點盡量去改 優點 你要不斷放大優點 你要 要懂得自己愛自己 這是很重要 當然有小部分的自信 就是 你的另一半 如果能夠給你 就更加好 這些自信 源自於可能 另一半的鼓勵 讚美 肯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曾經遇到一些另一半 是 經常讚 讚身邊的同性朋友 異性朋友 好 讚到天上有地下沒有 讚到好像對方是他的女神 或者什麼 但是 我從來不會讚你的 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 好像 哪一個人 在你心目中 好像是一個女神 整天說到他這麼棒 但是為什麼 好像你都沒有稱讚過我呢 當然不需要 天天很氾濫地 很 不思 不家思索地 去稱讚 但適當地 去稱讚 對方另一半 也是可以給到一些自信 給對方 自信最重要 自信 想開一點 有些什麼 是你的就是你的 當你想到 人去到最灰的 那一刻 你很無助的時候 你就告訴他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去勉強 他又不舒服 你又很辛苦 所以盡好自己的能力 做好自己 令到自己在這段關係之中 無悔 是最重要 令到對方 就算他日 你跟他分手 對方 或者你們彼此 不在一起 對方在若干年後 都會掛著你 覺得你曾幾何時 都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 分手的時候 最忌諱 就不要 搞到很臭的分手 和平的分手是最好 OK And 就說了 我是摩羯座 你講得好準 常情和嫉妒心中 經過 經過這麼多年 知道不可以再這樣 自己辛苦 對方辛苦 現在已經放輕了很多 還有大家記住 就是 我們進入一段關係 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 將自己的地位 擺得比較低些 會將對方的地位 擺得比較高些 你就會 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像 沒有什麼自信 好像你很怕對方 沒有了對方 你會覺得任何她的X 她的疑似曖昧的人 都像你的情敵 你會覺得 為什麼 你經常會覺得不安 當你有這個感覺的時候 要和對方溝通 讓對方知道 他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令大家溝通好些 不會有些不必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 你會發一些砸爛這些磁 這些胡思亂想的磁 因為這些磁 當你有些磁 圍繞著你的腦 你是沒有心情 沒有那種溫柔 去打對方 去令對方開心 兩個人在馬上 最重要是舒暢 開心 還有就是開心 真的開心 舒服 那種感覺 經常吵架 或者經常 對方說一些說話 令你難堪 或者你又說一些說話 去試探 這個就變成了 一個沒有質素的 一個相處的 時間 好 多謝大家收看 No More Blue Monday 每逢星期一 QQ聊天室 今天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走星期 同樣時間再見 出軌有人說 出軌沒有說過嗎 唉 出軌 但是 在QQ人生當中 幾乎 每一段感情 都是出軌 所以我已經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這麼多次的 出軌的經歷 令到我 是 有些東西看得很化 或者是對某些東西 已經看得很通透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有人說 QQ 你這麼難搞 你有什麼潔癖 你不怕你做老姑婆嗎 你不怕你找不到另一半嗎 我覺得如果這個是我的性格 那 沒辦法 我就擁抱孤獨 有人愛 你遇到一個好的感情 他會令到你進步 你遇到一個壞的感情 他會教釋你很多東西 如果 你遇不到感情 或者根本是 沒有人能夠入到你這裡的話 那就自己愛自己 出生的時候 在一個寶寶床 在一個醫院那個 那個 那樣的兜 都是自己一個人 是不是 好了 我們下次 同樣時間再見 Love you 再見 好想聽你說過語 我剛才不是老娘 我已經說了嗎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你還要再 我再說一遍嗎 好吧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下星期一 同一時間 QQ聊天是 No More Boo Monday 見了 晚安 Bye 愛你們